一男一女被击毙在汽车旅馆 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大型殉情现场呢 从桌上喝过的酒和枪的摆放来看 男死者应该一直在房内 而女死者抱着的食物还没来得及放下 说明他刚进门不久 显然凶手是跟着女人找到了这里 男死者是污点证人 几天后将在法庭上指控当地大毒枭 女死者则是他的妻子 这时警长发现他们身边有盖小面粉 认为是他们搞毒品事被凶手发现了 于是让他永远闭了嘴 可灶台上的奶锅和桌子下边的奶瓶都说明 那袋只是奶粉 馒头书当即判断 女死者还有一个孩子 果然当他拿钥匙找到汽车时 立马就从里面爆出一个可爱的小婴儿 现在他的父母都死了 孩子只能送往福利机构 很快当地警探布莱克和普莱西也来到案发现场 他们将会和CBA合作一起侦破这起案件 布莱克介绍 他的儿子也就是年轻的警员杰克 也是案件的第一位目击者 但两边显然面核心不合 然而碍于上级压力 他们只能表面笑信息 心里说着蛮卖批 由于男死者是污点证人 布莱克认为 凶手是男死者要指证的毒枭 然而馒头书却认为 凶手不是针对男死者 而是冲着女死者来的 这得到了李斯本的力挺 因为女死者原本打算稍作停留 而他一进房就被杀害 所以凶手很可能一直在跟踪女死者 同时馒头书在车内找到了一本杂志 并通过邮寄地址 找到了女死者的住处 开门的是他的室友 从室友口中得知 女死者自从有了孩子后 就跟男死者分了手 但他昨晚突然接到男死者电话 说自己刚出狱 因为担心被对头追杀 他现在不敢走出房间 于是让女死者去旅馆 给自己送点吃的 心软的女死者照办了 没想到刚进门就被人双双杀害 丸头书好奇地表示 为什么女死者明知危险 还非要带上孩子呢 难道室友不能带孩子吗 室友却说 女死者不敢让他跟孩子待在一起 因为他酗酒还有毒饮 他将毒品藏在女死者车上 导致他们俩都被抓 女死者没有工作 但时不时就会有人给他送一笔钱 经常送钱的是一个 瘦高且深色头发的男人 这时李斯本接到瑞斯的电话 告知布莱特接到线报 男死者将要指认的毒枭 正藏身于一户民宅内 本来说好的联合行动 没想到两人还没等支援赶到 就冲了进去 随即赶到的李斯本 也带着队员紧随其后 只有馒头书不慌不忙 一个人走到后院 在门口放了一块石头 轻而易举地抓住了毒枭 然而面对警方的指控 毒枭却一脸无辜地表示 人真不是他杀的 并且他还有不在场争名 但馒头书好奇的是 为什么女死者不工作 却从来都不缺钱 即便是被指控藏毒 也依然能够安然无恙 由此馒头书大胆推测 女死者的神秘男友 应该是一个缉毒警察 加上缉毒警察的配枪 正好与现场发现的 点三把口径手枪一样 瘦瘦高高有深色头发 这不就是警探普莱西吗 李斯本也不含糊 立马带人逮捕他 听说自己被质疑是凶手 普莱西当场就炸了 李斯本说 我来通知你配合调查是尊重你 你要不配合 我可以当场将你带走 你再横一下试试 普莱西当场就怂了 一旁的布莱克想帮忙 却始终插不进嘴 馒头书一进门就握住普莱西的手 搞得普莱西很反感 不过他也承认送了钱 是因为女死者是警方的线人 但警局中没有他的备案 而且普莱西从来没申请过线人经费 在谎言被拆穿后 普莱西又改口说 他与女死者是情侣关系 宋钱完全是你情我怨 然而在审讯过程中 馒头书找到机会就抚摸普莱西的手 普莱西虽然非常反感 但还是强装镇定地表示 案发当天他在布莱克家 通宵观看了球赛 搭档和他妻子都在 他当时对得不省人事 在沙发上睡着了 布莱克可以为他坐着 随后他将自己的配枪 交给李斯本做弹道测试 而此时的馒头书又趁机摸上了他的手 之后馒头书告诉李斯本 摸手是为了测试脉搏 他这脉搏起伏很大 明显是在撒谎 一看就是替人做掩饰 很快他来到布莱克家 对着布莱克的妻子说 普莱西可能就是凶手 他跟女死者关系暧昧 妻子却忍不住笑了 因为他听丈夫说过 普莱西那方面不行 还是治都治不好的那种 于是馒头书顺着说 那这就奇了怪了 普莱西自己承认跟女死者是情侣关系 难道是为了帮谁隐瞒 听完这话妻子笑不出来了 因为普莱西要保护的人 就是自己的丈夫 儿子杰克试图帮父亲解释 没想到母亲炸得更高 连自己的儿子都知道 布莱克此时刚好回来 妻子上前置问他 布莱克立刻明白 馒头书干了什么好事 直接给了他一记重拳 馒头书立刻告他袭警 加上对方有谋杀嫌疑 于是李斯本就逮捕了布莱克 布莱克承认 自己一直在资助女死者 但问他什么原因是 布莱克却始终不肯说 只告诉老周他的枪丢了 很快杰克过来保释父亲 但馒头书却表示 布莱克确实不是凶手 因为他们已经拿到了 案发荡朗的录像 女死者抵达不久后 毒霄的小弟就跟了过来 准备让小弟过去灭口 然而小弟还没下手 凶手抢先杀死了二人 现在毒霄提出条件 只要警方放了他 就让小弟来指认凶手 但他们不信毒霄的滚话 显然这是他耍的花招 真凶肯定就是小弟 所以他们希望 杰克配合他们完成任务 因为他们跟小弟 约好在酒店见面 杰克答应并追问细节 小弟的车牌号是多少 格雷斯放大车牌号0957 然而杰克驾车巡逻时 却绕开了李斯本的手下 他独自找到小弟的汽车 并对着车内一阵突突 可车上除了个假人 哪有什么小弟的影子 这一切都是馒头书 和李斯本给他下的套 原来馒头书给他看的 那段监控是处理过的 当他看到枪的位置时 就明白有人布置过现场 男死者知道会遭人追杀 一定会枪不离手 而能布置现场的人除了真凶 就是第一个抵达的巡警 馒头书从一开始就猜到他是凶手 布莱克让杰克坦白从款 杰克却情绪异常 原来母亲怀疑父亲偷吃后 杰克就四处打听 最后让他查到父亲与女死者一直暧昧 那天他看见女死者出门 猜测他一定会去见父亲 便跟着他来到旅馆 并拿起父亲的枪 替母亲教训了这个害人精 当杰克以为这次一定能捉肩在床室 开门却发现是别人 男死者则因为害怕被毒枭追杀 只能举枪相向 杰克情急之下 掏枪与对方互射 就这样击杀了两名死者 最后他别无选择 只能悄悄离开 装作什么事都没发生 可他是这一片的巡警 很快接到调度中心的通知 于是他回到现场 并将枪放到了桌上 伪装成被仇家偷袭的假象 布莱克得知真相后 眼泪在眼眶中打转 说出了掩藏二十多年的秘密 女死者并不是他的情人 而是他的私生女 四年前 布莱克意外得知自己还有一个女儿 他委托好友普莱西帮忙 暗中送钱给女死者 本想早点向妻子坦白 但怕妻子受不了 就一再往后拖 没成想造成了如此悲剧 现在女儿死了 儿子也锒铛入狱 老两口的人生可谓失去了光明 故事最后 馒头书都能待访 将小孙女送到他们面前 因为现在他们是孩子的 唯一合法监护人 这也令老两口破碎的生活 也许犯错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没有承认错误的勇气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